粉丝爱神分享的一个进攻回放度结局 我们这位粉丝是9本的玩家呀 大家看一下左上角是个太坦一的 打完这一场呢就是传奇杯的玩家了 看一下我们这粉丝度结局是怎么度过的 用龙宝来打他大本营不太现实啊 因为他城墙等级太高了 不是我们这9本可以挑战的 防御啊并不是很高 很多防御都是8本9本的防御 核心建筑都是满级的 看他地狱塔还有鸟炮啊 以及大本营呢都是等级很高的 其他的建筑呢等级很低 没办法城墙等级太高了 要是城墙的等级稍微低一点就好了 十二本满房的城墙他有没有搞错 那他女王62级的 我们这三十级的女王会不会不够打 啊真的好着急啊 不会待会打个女王还要下一瓶毒药吧 我去 好像还真的要下一瓶毒药 不下一瓶毒药 那这62级的女王还真招架不住啊 最后打掉了 鸟炮三炮应该能把女王干掉哦 一二三 啊女王大招出来的 还好没有直接被秒 差那么一点点 这鸟炮伤害太高了 我们这只有三十级啊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粉丝 大本营是很难打的 然后天使被 哇 鸟炮切后排啊 刚刚 把天使给切掉了 切后排 再接着来看吧 反正我们这粉丝最后成功了 打了个一颗心 城墙要是等级稍微低 那么一点点 我想还是有机会的 他鸟炮的等级稍微低一点呢 鸟炮等级太高了 都满级的 不太好打 最后拿了50%的出会率 可以了 游戏结束了 一颗心就够了 恭喜我们粉丝 晋升为传奇杯的玩家了 来去他村庄看一下 他村庄是这样子的 一个酒本 一个满酒本 一个老酒本 我去看他的 5000多杯 好厉害 希望他能在传奇杯 混得风生水起 我们下期再见